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金融万大队的节目 今天指数应声大涨 今天指数盘相当的强 从开盘的时候 今天指数开盘的时候就已经大涨 收盘的时候 今天还是涨了246点 所以今天拉出了一根红K 这根红K 把昨天的黑K 前天的黑K都已经把它收复了 那么大前天的这一根黑K 收复了大概一半左右的位置 所以当归功于美国股市 昨天非常的强势 先看到昨天美国股市的话 费半是里面最强势的 昨天费半涨幅相当的大 同时也已经把这一天下跌的黑K 收复了大半过来 所以当然三大指数里面来说的话 费半相对强 纳斯达克还是在这附近 所以其实如果用这里来看 纳斯达克还是在月线这附近 月线这边距离前高 其实也蛮接近的 只是他脱离支撑的位置 其实也还没有这么大 所以短线上来说也不排除 还会有一点震荡 费半走势就比较强了 刚刚说到费半 短线拉出了一根红K 不过它还是一个箱形 这个箱形区间到目前为止 还是维持在大格局里面 所以目前来说 整体还是维持这个箱形 高铁稍稍下移一点点 所以基本上 这一两天可能又会有一些震荡 所以最近这个盘 拉回收就上去 上去之后可能又有点震荡 那当然整个国际局势来说 那么也稍微是有一点点的震荡 因为像美债率已经涨了很多 但是我其实认为美债殖利率 不会高到哪里去 所以那基本上 应该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虽然很多会看那个 但是美债殖利率 以十年期来说 大概四以上 就会开始有一些压力了 因为你生息归生息 但是你就是最后了 不管一次还两次 他反正就最后 你早晚是要停下来的 只是说什么时候盛事停 什么时候开始降 当然这么早来降 我觉得是 当然不太可能这么早就开始降 但是生息怎么说都是到尾巴 所以重点我觉得倒不是在那里 那当然台币的话就稍稍停顿一下降 那你得看他破五日线 那最近这个话稍微停顿一下 那真正破五日线 才是真的进一步的 进一步的转强了 因为这台币往上是贬值 这段时间就是贬翻了 对不对 这贬的速度很大 所以你看到外资他没有很积极就是这样 基本上你台币没有指稳之前的话 都不会太积极 但是指数今天大涨 那么说实在话今天 应该是来自于业内的贡献会更大一些 台积电今天12块钱 12块钱 所以他今天并没有贡献太多指数 但是今天的话 应该是业内贡献比较大 因为业内这两天都是在除全息的股票上面 那再来的话还有就是AI的股票 所以AI股票我们等一下会谈一下下 但是就是台币 台币你先要到它真的是深破五日线 这是第一个标准 最少最少只要深破五日线 外资才会比较积极 所以现在的盘震荡比较大 一下大涨一下大跌 但是就不拖一个区间 这个区间其实没变 所以我说接下来这段时间 它就从上升的相形改成什么 改成大区间 那大区间你就是要把底线打出来 你要把底线做出来 所以短线上来说这里就先做一个底 那么但是明后天可能上去就会有点压力 因为基本上来讲这个轨道还是稍微下去的 你要从下降的轨道里面 先改成一个横向的轨道 那横向的轨道你就是得有两个角 第一个角出来之后 那上去以后估计不太会马上过前高 那上去了之后再拉回再一个角 那它相形就出来了 所以基本上相形区间还是没有改变 但是个股上面就活跳跳了 应该说现在个股相当的集中 那集中的时候有利有弊 好处就是它焦点是非常非常集中化 但是这个缺点就是它不太有外溢 那当然在AI上面来说今天是盘面上的重点 但也没有非常整齐 应该说有点点恐怖平衡 就集中在部分的股票上 那当然如果要讲AI的话 真的说起来台积电是个台积电是很重要 因为其实今年AI这个议题 从一开始最早开始发生的时候 谁先涨 第一个涨是谁 第一个涨是台积电 第一个就是台积电 其实AI的议题今年一开始发动是台积电 跟创意 这是今年最早最早领头的股票 有没有 因为那时候确认GDP出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没有第一个冲创需求他们 那短线来说的话 把这两个不太有表现了 所以表示什么 本来现在其实是玩筹码 对不对 就是说跟当时一开始都不太一样 好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就是涨这个从无到有的体材 因为确GDP今年算是这个横空出世 对不对 那很短的时间之内 当时就创造了非常非常高的这个用户数 所以今年就一开始就标很修 但通常一开始其实最早标的是社会最大的 所以其实台积电社会最大 可是最近台积电法是不动 所以这就告诉你什么 其实现在已经我倒觉得他不见得完全是在玩基本面 应该说是在玩筹码 谁的筹码集中 对不对 那么哪一些在嘎工 现在玩的重点其实在那里 他已经不能完全说是基本面 基本面上不是说接下来 不是说接下来没有 是说已经都反映到明年 其实他们都已经反映到明年了 所以如果是冲着基本面来说的话 那我倒不觉得现在是买电 应该说如果你是要买基本面的题材 那应该就是要等到 应该是要等到整理过了 因为现在就是越看不顺眼又会涨 对不对 为什么因为筹码高度集中 对所以筹码高度集中 就是因为集中在业内跟法人手上 那个法人不是讲外资 因为外资现在说实在话没什么大动作 是不是 那真的在里面就是有些是假外资 就是隔日冲 今天买明天就卖 这就是他就是顺势做 看气氛做 所以你如果说现在AI 我觉得已经脱离了 已经不完全在长基本面了 现在长的就是一个筹码 就是哪一些是这个业内喜欢做的 那业内当然喜欢做量大的 对不对第一个大量好清楚 那带来就是照技术面做 所以很多人说AI的股票里面 当然今天今天换谁最强 今天最强就是伪创 是不是今天伪创 这个又创新高 好那围影当然也是带上来 好但围影就没有伪创来的强 对不对 因为当然一方面要比较高价 好那么市场当然是喜欢低价一点点 好所以今天就一口气就上去了 所以你看其实也是怎样 就上来以后一二三四五 他整天五天了嘛 整天五天往往上突破 对不对 所以呢基本上你AI是怎么做 你就先看十字线做 那在十字线没有跌破之前的话 他就是强势 但是你买就不是照基本面买咯 对不对 如果当时在低档的时候 你是照基本面 但是已经上来这里就不是基本面 上来这里就是基础面 对不对 你走了五天很像走了五天 那五天之后 那今天早上往上突破 市场就会追 对市场就会去追价 是 所以今天就锁了一缸 今天是锁多少 今天到最后锁了好几千张 把这电脑跳不过来 但是我记得应该锁几千张 对锁几千张 那这个就是 有一部分应该是 不排除就是隔日冲 所以的话 你从前面的时候的一段到这里 就要越来越短 就要越来越短 对不对 那除非是要整个前面转强 因为其实最带头早期是这个 最早开始长是台积电 其实社会比重最大 其实讲起来是台积电 那就是大家都脱离不了 不管你是讲的是NVIDIA也好 这个AMD也好 不管将来是谁 那最后你就台积电 那台积电要法说 其实它这个礼拜蛮多事情的 一个台积电要法说 一个7月19出马要来 所以这两个点就是很重要的转折 台积电现在大概预期大概是 11%左右 气增大概11% 所以你用那个数字做标准 那基本上高于那个数字 就叫超过预期 那如果是低于那个数字 就稍稍有点不如预期 那另外一个点就是7月19 因为市场常都是长在来之前 对不对 所以7月19之前 大概会建一个高点 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就不太同调 就是说比方说 这一组就是 这一组就是业内最爱 对不对 那格日冲也最爱 因为他有量有价 有量有价就是他可以买很大 对他可以做的很大 他可以用很大量短进短出 那就格日冲最爱就是这一种 所以你看 违影就会比 违创就会比违影强 是不是 对不对 因为第一个这个比较好冲 对不对 再来比较低价 但低价又没有低到很离谱的低价 是不是 那今天又是突破 所以你看他的点今天是 这几天他是缩的比较小的 有没有 就是说他的整理的幅度没有那么大 对不对 那如果跟这个比起来 这个幅度大一点点 有没有 你用上引线对当的话 其实他就比较大 所以你从短线去拉当的这个好拉 铁定是这个好拉 所以他就会比他强一点 是不是 所以你说这个会怎么做 你看你第一天搭起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这样拉 那这还是横向走 对不对 那我刚讲因为这幅度小 所以他今天第一天更容易过 对但你在过了之后 这个幅度再上来他一定小于他 他的幅度会小一点 那他既然会小于他 就表示 你其实就不是照基本面做 你就照技术做 或者是你应该照筹码来做 对不对 这个重点就是完全不一样 对所以你回过来看 其他股票就强弱不太一样 是不是 那这个也是AI 那这个也是AI里面 今天就创新到一点点 所以他其实带动的有一点 我是觉得不太一样 应该说前面的时候是 比较会扩散 那扩散当天就会联动 那现在联动范围就比较小 也就是他就停在 业内喜欢的一些 那业内喜欢的一定就是 你刚刚整理完 然后你整理完 而且你整理的时候是 幅度越小越好 那因为你整理的幅度越小 表示当时筹码是整理的越干净 所以我刚刚用微创跟微影的例子 这两个来比那当然是微创 是不是 但是这个重点是什么 你看他今天没有很大过散 对不对 今天 技嘉今天有创新高 可是创新高就非常小 对创新高幅度就一点点 那盘中就没有被带动 对盘中就没有被带动起来 是 当你拉起来的时候 有没有 他的幅度就一点就回来了 对不对 然后再来看看这个也是 他拉起来幅度就很小 对 那其实目前K线也还是强 所以这表示说 那个点火的范围会有点缩小 也就是说 以前是一个点火的时候 他好几个会联动起来 现在联动范围是开始有点缩小 那缩小就是我刚刚讲的 对 第一个你的位阶不一样 对 那位阶不一样的话 他的效果就会不太一样 对所以 我觉得这里就是技术操作了 就是技术面操作了 那你一定会问说 但是我很看好这个族群 我想他走长线 对 他其实是长线题材 但长线题材你可以点长线的点 那现在应该不是长线的点 对长线的点 你是等到他有一个 比较像样的拉回 那个才是你长线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这个好处是他手实现 是不是 好处是他手实现 对不对 但坏处是量也不太粗 对 不会说一定要爆量 当然你爆量不是好事 但是今天的量其实是增加很有限 对不对 这也表示说什么 就是追加还是有一点点的观望 那观望 那你如果跟今天 其实别的骨骼是喷起来来看 那你就知道他的 被感染的力道变小 那被人的力道变小就是说 你的位阶不同了吗 当时的 在比较低的位阶一点的时候 他是很容易互相联动 那位阶不太一样的时候就不同吧 那大家会想说 是不是真的能够这样联动 对不对 因为你的位阶不同 那里面潜在筹码也不同 所以当位阶不同的时候 他很容易就会变成个别表现 不会像一开始就全面扩散 所以照这种东西来看的话 那当然我刚刚讲到 我认为其实AI投你还是 台积电还是很重要 对不对 那当然他也要法说 但是缺口还在这里 是不是 缺口快补了 缺口快补了还没有补 那么 他丑事我以前就讲过 他基本上每一次喷出去之后 拉回都会有一段不短的时间 一向都是这样子 一向都是这样子 涨的时候 涨很凶 但拉回时间通常不会很快就争扭完 对 那所以照这样来看就是等法座定调了 那现在听到什么版本都有 当然现在市场公司就是10到12% 那就看看这个数字 有没有符合预期 不过基本上面 如果是中线的话 那么最好还是再整理一下 对不对 因为我说他的惯性就是这样 他每次拉上一段以后 这一段就整理很久 拉上一段这一段也整理很久 对所以你说现在时间够了没 好像也不完全够 对那你说第二季落底第三季上来 可是没有错 可是他其实也前面就是长这一条了 所以还是整理一下比较好 所以整理来说的话 AI也不是完全整齐的 应该说不是非常非常整齐 对不对 那有一些是之前标很凶的 就开始有一点点转弱 所以意思是说 个股上面还是会差异很大 那这我觉得是属于低价的 那低价就是玩丑 但是短线上面 当时也喷很多 所以基本上就五字嫌 对不对 五字嫌点覆肯就转弱 那我觉得整体来说 当然AI它是趋势 它是后面的方向没错 这个是绝对没有错 只是说它方向上面 它位阶还是不同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现在 你如果是要买它的方向 如果说我是因为长线看好 我买的是长线的方向 那我觉得点不一定好 点不一定是好 对不对 因为你买长线的话 你应该有长线的位置 长线位置当然不是说 你要回到奇长点 那不可能 对不对 但是长线的话 应该是要不加大的整理过 对 那短线其实 那就是拼 那就是拼筹码而已 短线就是看筹码 所以你说很多人说 这里要怎么操作 包括很多人说 那今天长停这个 接下来明天能不能追 那我觉得 明天如果开很高 就不太适合追了 对不对 我觉得明天出爆量 出量机会比较大 对 那如果明天开的不是很高 开拉回一点的话 对 那保有机会往上面走 但是基本上你要想 它管理会慢慢拉出来 因为这10线 好 距离10线的位置的管理 如果再拉上去 管理就这么大 那管理这很接近 随时会修正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相关股票来说 如果像买中线的话 这来倒不是一个很好的位置 那短线 短线就拼仇 短线就是拼仇 对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好所以这里的话 就变技术面操作了 把它不是讨论基本面的时候 好所以 那回过头来 当然就是说 肋骨会轮动 是不是 那基本上来讲 这个很多族群还是会轮动 当然最近是AI比较多 但是呢 以长期来说大家还是会轮动 所以呢应该说到这个财报公布完 六月营收公布出来之后 那再来第二季就底定了 那这个底定了 你当然不能只看第二季 你就是把二三格起来 对不对 第二季的数字都出来之后来看看 第二季的数字里面 谁是有价值的买点 尤其第三季又更高的 那这种情况之下 应该最近就是一个很好的布局点 也就是说第三季的一开始 你要买的是第三季真正会好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还有很多个股 来可以去做观察 所以我们等一下再看其他股票 休息一下待会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所以呢来除了AI之外来看看别的 好那现在来看看就是说这个华夫 好那我们今天早上的时候 当然他今天是创新稿 好那早上的时候呢是一度快涨停 然后快涨停的时候 没有锁起来 没有锁起来之后变成 稍微尾盘有点拉回来 好那中场就还是往上 好所以这就是说 短线有时候如果是今天锁起来的话 就两个情况 好第一个情况就是 大概就有一些短线客 好应该说是小虎堆 好那最近 很多股票会那种走法 就是说 类似这个就是 好这就是说呢 这个业内很暗 对不对 业内当然包括短线客在内 好隔日冲等等之类的短线客 所以呢他拉上去锁起来 锁起来之后放开一次 放开一次之后 侧下卖压没有很大再往上锁 好那这个会说锁起来了 对不对锁起来之后 那他的特性就是一锁就是锁好几千 就一锁就锁好几千 好这就是隔日冲的特色 好那这种情况就是 明天他就往上拉 那拉到一半的时候 开始就会有卖压 好那反过来讲的话 这个就是第一次没有锁起来 好没有锁起来之后就不锁了 好那不锁了之后的话 把卖压就会怎样 那有些人看说这个短线上面好像会有上一线 所以有些人就会出 好那这个筹码就倒过来 倒过来就是说他反而没有 他反而没有隔日冲 对但是又会有什么 短线上有一些大概也有一些人 好就是他看已经创新高了 然后没有所长 你有些人会跟得出 那反而就是 那反而就另外一种状况 等于是你今天没有短线客的筹码 但是你今天大概又把一些筹码给洗掉 所以他今天看起来是有上一线 但是不见得是不好 因为反过来就把筹码洗掉了 对那再回来看的话 如果看长一点来说 当然他营收是一直创新高 那营收的话就是月增都很高 年增都很高 那我认为但其实到目前为止 大概都不是真正的重点 到目前为止都不是真正的重点 对因为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把新产能算进去 那新产能ready好了 对不对 那真正的爆点就是新产能 是不是 因为新产能 他的新产能如果全满 那营收会增加非常多 那是接下来真正的爆点 但是看起来后面来说 应该会越来越强 因为毕竟半裤太射出成型 全世界就没几家 就没几家 那要不要轻量化呢 他还是要轻量化 所以基本上那趋势是对的 趋势是对的 只是今天没有 今天没有短线课进来 所以呢 把它消化一下筹码 所以我觉得 像这个就是走长多了 就是走长多下去 那我们再来看看就是说 有一些股票 比方说是 这个康书这两天整理 好 那这两天整理应该做什么 基本上这股票也是一阶一阶 一阶比一阶高 那当然今天下半年开始进入真正成长 对不对 所以这里震荡震荡之后 还是一样的创新高 对 那你会说为什么要创新高 好 其实股价最后还是要回到它 应该有的价值啊 对不对 那把那个ABB并进来 把ABB并进来 并一家公司的效应 有没有够大的效应 或者是股价能不能够反映 就取决在这家公司 跟它原来差异有多少 也就是说 如果你并进来的是一个 跟你就是本来就竞争的公司 那就没什么意义 对不对 但它并进来ABB 有八成的东西都是它没有的 所以基本上会加分 所以是明确的加分 那加上那个市场 电信市场 是跟它原来消费性市场差很多 电信市场门槛也比较高 所以7月开始就反映 7月以后会开始正式兵入之后 这个就是走长多了 这就是正式的多头了 所以有些股票 基本上会越走越高 基本上会越走越高 那不一定是每天会涨停 但是呢 就是走它多头 那我觉得会比 有一些在热头上的股票 来得更好一些 对不对 那潜在空间也更大 那来看看这是宣宇 那么宣宇 6月营收是年增83% 第二季的营收 即增28个百分点 年增68 那毛利是很高的公司 好 那么小股本高毛利 对 7月开始并行的进来 那营收跟获利都还会赚 创新高 所以昨天是非常非常强势 是不是 那今天其实也很强 好 那今天就起初往上面创新高了 那每涨停单涨不停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你高毛利的公司 通常你营收上来的时候 它获利成长工程就非常非常大 所以这第二季的获利应该就翻倍 那全年的获利也会非常高 那依我看是挑战20块钱 应该是不困难 那其实如果 你用通路来看 那这个算是就有很大的空间了 因为通路为王嘛 通路其实价值本来就蛮大的啦 所以通路的股票PE都很高 那这算是还有很大的空间了 好 所以我觉得呢 最近个股上面 市场上的这个短线的股票很集中 好 那盘就是上下震荡 今天大涨但是明天 就势必会有点压力 好 但重点是锁定下面 下半年好的股票 第三季好的股票 那把握好买点才是最重要的 那任何问题也跟我们线上的注意联络 祝大家操作审理 明年见